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涉台篇幅相差无几为165字 台媒连字数都给算了个门清 在汇总了岛内观点 并充分汲取大陆涉台学者的权威解读后 岛内基本上形成了清晰认知 认定大陆政府工作报告涉台部分字数不多 却已涵盖对台政策的大正方针 并再度彰显大陆对台政策一项具有的高度 可预测性 一致性 连续性 今年报告中特别写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今年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岛内舆论认为 这足见此一精神已成大陆新时期对台工作方针 且要求全面贯彻落实 首先 大陆对台工作体现反独促统目标 报告指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种将一中原则与九二共识紧密并列相连的表述 表明大陆与国民党在九二共识的内涵上求同存异 聚同化异的过程并加以明确化 其次 强化打击台独的力度 岛内发现 2018年政府报告是说 绝不容忍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 2019年则是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 从绝不容忍转为坚决反对和遏制 显示对台独的立场从原先的态度性反应 转为如今的行动性反应 尤其是遏制 强化打击力度 最后 大陆对台工作 强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途径 及命运共同意识 岛内留意到 去年政府报告中说 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逐步为台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 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两岸同根 骨肉相亲 今年则是纳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持续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并倡议两岸同胞 同根相细 同命相连